一期频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和王一辉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 第17届同理杯中韩天元围棋对抗赛 三番胜负的决胜局 是由我们中国的陈耀业九段 对抗韩国的朴宇逊九段 王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企业小伯好 昨天也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做的第二局的讲解 那盘棋很遗憾 输了 那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今天的这个高潮时分呢 也是能够才有这样的一个决赛的机会 要不然2比0结束也没什么意思 昨天我有个预言 我觉得陈小铁今天会赢 肯定跟大家那个肯定的说 就是直到我们走进演播室的这一刻呢 这棋还没下完 胜负呢 也是很难判断的 对 到底您是哪个预言家呢 这个也是比较神秘 对 张鱼保罗 还是球王贝利 对 到底是 到底是预言帝 还是乌鸦嘴 还是要稍后才能够见分晓 对 就是在第二盘呢 结束之后 我们对两位棋手有一个采访 大家一块儿去看看 好的 我初阪的相对比较好 对 对 从前面团的相对比较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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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对手下得好像有点无理 后来反正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下得越来越好了 他说这个头衔虽然很好但是因为对手非常强大嘛 也不是说非得一定要胜利但是就抱着一盘一盘下好的这种心情吧 现在这盘棋可能开始的时候作战就是下得越过分吧 后来就是中午分盘之后可能应该就妥协就是选择一个是亏一点下法 那可能还能下后来等于是想两边都杀后来等于是后来就等于下崩溃了 然后下一盘棋明天就是还是好好下吧 然后反正也也也那个呃就是也就是今天可能也没有什么就太太多时间就今天就好好休息 然后明天好好下吧啊 嗯看到两位棋手呢依然是非常的谦虚啊还是呃非常符合他们的风格 一个呢是一盘一盘慢慢下一个是好好下吧 我在想就是陈耀业说应该选择亏一点的下法大概是什么呀 那我们对先看今天的对局的现场画面 嗯 我们这次的裁判长是刘世震老师 对 决胜局重新猜先啊 对 是陈耀业拆到了黑棋 嗯 其实猜先这个仪式真的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这一瞬间实际上两位棋手呢都在调整自己的一个现场的状态 嗯 有的人你注意到没有有的人数棋子数的很快啊 就是有的人会一抓抓一大把 对 抓几十个棋子然后慢慢的在这数 实际上在那个慢慢的数棋子数单双这个过程呢 也就是一个在调和气息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赛来临之前需要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最佳 不过有的棋手呢 其实猜子的时候也不想那么麻烦 就抓一颗或者两颗这么一抓 罗喜和 对 特别喜欢这样 喜和九段是比较神的 那么有的时候他会说实际上他也是策略 嗯 他比如说他关注到了对手经常会猜双的时候 他如果真的想拿黑棋他就会拿一颗黑子 嗯 拿一颗白子这样让对手猜 挺神奇的 嗯 那您跟他对局过吗 就是猜先 嗯 那太多了 想不起来了 我们之间就就这些细节反而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李长浩啊 还是李诗识下棋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策略成功的才到了黑棋 哦 是吗 真好玩 那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啊进行紧张的对战之后啊 没中间没有休息天了 他们两个人 等于说是立即又下了第三盘 嗯 前两盘棋都是黑棋获胜啊 今天猜到黑棋应该也是个好照的 对啊 好运会不会持续着黑棋呢 以前有一种说法说是赢第二局的人呢 会在决胜局的这个胜面呢会大一点 嗯 这个据说日本有这样一项数据是专门来调查这个决胜局 呃 决胜局的胜率的就是关于关于第二局是不是能赢 现在看好像我印象中看到的经常是先赢后输再赢 这种局面好像也经常出现啊 对 在三平杯上出现过好多好多次 因为我觉得啊 现在随着现在无论是这个国内的大赛和世界大赛的增多啊 嗯 每一个棋手的心理素质都特别好 哎 不像是以前然后好不容易记一次决赛 嗯 那可能心态上会有所变化 嗯 现在他们感觉这些人都是天天都在决赛的舞台上征战 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 那么一点都不会被这个来影响 对 这个主要是心理素质 我们来摆棋吧 好 小木 小木 哦 对 这个 这个意思 其实 这个白棋这个第二手站脚 有点逼着对手下中国流的意思 你发现没有 如果要是 如果他站这个 一般来说白棋是可能会站这个脚的 如果站这个脚 黑棋就下不成中国流 对啊 那他只能下这样的心想 你看第一手棋 黑棋下右上脚嘛 嗯 然后作为白棋来说 站自己的这个脚是很常见的啊 很常见的 哎 朴永迅今天这手棋 这第二手站脚有点意思 因为前两盘棋 其实跟中国 昨天的盘棋跟中国流也是 颇有一些渊源吧 嗯 实际上陈阳叶拿白棋下的也是中国流 对 下他这手棋是什么意思 逼着黑棋去下中国流啊 下中国流啊 嗯 有意思 这个不知道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但那陈阳叶就顺其自然 既然想让我下中国流 但实际上陈阳叶第一手棋走在这 他是不准备下中国流的 那也不一定 他如果 一定 他如果真下中国流的话 他就下星了呀 如果说 如果说作为黑棋陈阳叶来说 他心里一开始就打算呢 是要下中国流的话 他肯定下星了 下星了 下面不管站哪个脚 都可以形成中国流 他下这个小木 其实他心里肯定是准备用了其他的策略 比如说黑棋走这个 嗯 那么他白棋走这个 他可能就用别的布局的方法了 那么他也不会想得到这个对手是第二手棋 就毫不犹豫就走在这里了啊 那我觉得其实也没准 陈阳叶就是先下一个小木 看看你到底是想怎么一招 然后我在 以我对这种顶尖高手的了解啊 或者说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下到了这种比赛的时候 你说的概率是很低的 就是先下一招 然后那个再看对手怎么 这个一般都不会 在头一天晚上 因为他这个不是说遭遇战嘛 头一天晚上 那个他就已经会想 我拿黑棋我会怎么下 拿白棋我会怎么下 头天晚上一定在脑子里 是过了很多的东西的 这个就是高手嘛 不打无准备智障啊 因为其实在布局的时候 你要是花很多时间 临时现响我准备怎么下 那个吞浪费时间 没有 这种可能性很低 所以他应该是有一些准备 但这个这手棋肯定是在 他的准备效果之外的 所以呢 一到这个时候 他可能想想算了吧 还是中国流最熟 对 还是中国流最熟 还是中国流吧 对中国流都已经下了很多盘了 但是这个肯定 肯定不是他的第一准备 第一准备 如果是中国流的话 他肯定会下行为 这一点东西很微妙 我不知道 骑友们面前 电视机前的骑友们 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 这个东西跟胜负 也没多大关系啊 但是呢 骑手有的时候 心里的起伏啊 非常的微妙 很好玩 他这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想下什么布局都行 假如你要如果想下 这个新小幕布局 那你可以也可以先下新啊 那如果想下错小幕 那我现在下小幕也行啊 但是 对 这个就是很难解释的 他也是到这个时候 是被契合逼的 他一旦这个时候 你这个 走在这里 有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契合的感觉 你不是就想让我下吗 我就想给你看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是这样 对 其实如果是非得要认准了一个布局 下还是能下成的 嗯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出发点绝不是中国流 否则的话 他没有人想 没有人想下中国流的时候 第一步会下小幕 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中国流 不过中国流呢 还是最近全行业下的比较多的一个布局 嗯 黑白棋都有 对 然后点脚 挡 嗯 斑 啊 这个棋昨天也出现过 对 这个棋呢 他就是挡下来的 对 对 昨天呢 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回忆一下昨天那些细节啊 嗯 因为有一些棋友们可能昨天并没有看这个节目 那么昨天呢 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就是关于这个局面 关于这个局面 我跟陈阳燕是有过一次交谈的 嗯 那么其实是我在请教他了啊 我说这个棋拐的这个可不可以考虑 常业很斩天截铁的说这个不可以考虑 绝对不可以考虑 这个亏了 而且亏得很郁闷啊 白白的吃亏 我说这个看上去也也还好嘛 这个形状啊 他说那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本身白棋如果照以前的下法 白棋是只有飞的 对 白棋飞的时候呢 黑棋可以肩也可以脱鲜 比如说黑棋脱鲜走在这边 那么当白棋在肩的时候 黑棋是无论如何不会马上去挡的 嗯 黑棋可能会走这个 也可能会继续的扩张这边啊 总之这边的几个子呢 就放在这里 但是就先不管了 那么黑棋如果在白棋肩的时候 马上就去挡一个这个棋 毫无疑问是被白棋牵手便宜了 这一点对于这个陈阳叶来看啊 是不可接受的 嗯 这种地方怎么能被被对手便宜一下呢 所以这个是陈阳叶很斩天的解铁 很斩天解铁的说 如果白棋点算三了 搬那么黑棋这个搬下来是致辞一手 嗯 那么我为什么要在这讲这个故事呢 今天实际上他也是用行动来证明呢 他对这个奇形的理解确实是搬起来的啊 对因为昨天的黑白是颠倒 对 昨天的陈阳叶是白棋 今天呢他用了黑棋 其实用他的实战呢也证明了 他那天就是当天跟您交流的时候 他没有忽悠您 对 昨天我们也在分析啊 昨天我们也在分析 他那个怎么就拐下来了呢 那么分析的两点可能呢 一种就是说 嗯 他可能有新的发现啊 这一段两个月以前的谈话 这两个月有新的发现 第二种呢就是因为黑白的颠倒 昨天他拿白棋 他觉得这个局面下白棋可能这么走 是可以接受的啊 这个是呃 看来我们第二种判断还是对的啊 对 黑白棋的问题 现在今天拿黑棋的就搬下来了 对 所以说这个每一手棋都要好好的去离间 嗯 沾上 沾上 飞 嗯 黑棋靠 对 这个也是马上要靠的 因为这个形状呢 由于由于这个子的位置啊 不如在这里啊 就是变形动魂流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靠下来很舒服啊 现在在这儿的话呢 靠下来实际上稍微是有点不舒服的 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不走 被飞起来的话 这个子的位置更差 对 其实这时候那命感是这样的啊 啊 总总之 当白棋点三三的时候 这个棋 黑棋靠下来 特别强 没有什么争议啊 这个棋 还是要走的 然后长 沾上 嗯 再加一个 嗯 这个是常见的手段了 加的话 黑棋一般是一路班啊 利一个也有 利但是好像觉得不肯 对 利一个有点被先手利的 被先手便宜了 利的话 白棋会下什么 嗯 是充个长 长一个 白棋 不 我觉得白棋要走起 拆这个吧 拆的话 脚上是活棋吗 是拆这个吗 嗯 可能要沾吧 沾这个 对 如果你拆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摆一道死活棋啊 你拆的话 如果搬的话 你是怎么活的 你可以活吗 哦 这个死活棋 那次 你觉得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觉得 好像是死的吧 对 那所以它要补齐啊 怎么啥啊 你给大家演示一下 您这不是非得要烤我死活棋 对 这个是熟 我熟吗 嗯 然后再点 嗯 然后顶一个 嗯 然后我是可以沾上 嗯 要您只有提吧 对 往长进来 对 然后 白棋最强的一个手是铺 对 然后黑棋有一部手筋 先卖个关子再拍拖一个 对 这个你摆的比较快 不过我估计其友们也能看明白 就关键是这个画王点睛的这手起点 对因为前面这些好像都一直在破眼 嗯 都比较容易 然后这个你拖 对这样的话是盘胶取刺 对 所以加如果力的话 白棋要补 这个基本功还是要还是要注意 这个力是先手 这个力是先手 但是但是白棋补完以后 黑棋实际上这种也得补 黑棋也得补 然后再抬一半 对 这样的话确实感觉黑棋有点不太肯 脚上被已经先手活掉了 然后白棋外面还拆到这里 肯定黑棋的形状有点太呆板了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搬这个 对 搬 搬这个呢就是来牵制白棋 白棋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再拖先 黑棋以后也不会粘在这儿 黑棋以后就虎这个 脚上宁肯留着一个打结火 这个棋需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当这个地方没有子 或者说这个地方没有子的时候 白棋这个脚上是不能被禁杀的 不会被禁杀的 所以即便黑棋这边有两个子的 但是白棋脚上还是打结火 然后我们现在就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一定 因为您这个猴不是先手了 这边如果还有子的话脚上也进吃不了 哦这边还有也也依然是打结吗 所以你注意要想让要想让它进吃的话 必须得紧着气 要不然这儿有个子 要不然这儿有个子 这个是可以被禁杀的 只要这两个地方没有子 别的地方有再多的子也没有用 也不能被禁杀 这个棋很多人搞不明白 对这个脚上的死活题其实挺弹的 对对于业余其有 甚至是说一些像我这样的专业骑手 问题不算很强的 我也是经常在这地方搞晕掉 现在老来这里讲讲棋有的时候 逼着自己把这个基本功给那个 饿补回来 那总之即便是不能够把白棋这个禁杀 也很少有棋手愿意地去征这个仙手 这个仙手征的太呆板了 把自己的形状全都给走僵硬掉了 所以宁肯搬 然后白棋拆一个 白棋这个拆是唯一的下法吗 反正我觉得好多棋友都特别喜欢拆一个 而且下到这儿之后我特别想问您一下 有没有觉得这玩具很熟悉 把方位颠倒一下 但是骑行是一模一样 对你刚刚说很多棋友喜欢下这个 就是职业棋手也是经常会下这个 下这个的多 至少那个 还有别的下法吗 陈尧夜和陈嘉西这不是都是下了这个 对你说前不久明日站那个 还有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下法吗 拆高位呗 就是只有这个拆高低两位呢 一般这像这种跳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人下过吧 最早最早的时候我看10月好像 跳这个 在在 对好像在什么比赛里下过 最一开始因为这个变化已经演进很久了啊 现在是不是已经已经推进演化到这里了 就是大家都开始走这个了是吧 对好像都是拆的远一点 那这个地方 这个加一个的好处就在于给自己赢得了一个先手是吧 对可以脚上不用马上补齐 那本来也不用马上补 加一个就变成是进火了是吧 现在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结果呀 搬一个 现在肯定是进火了 现在就是虎完了以后是什么结果 他现在肯定是要虎了 因为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去理解这个问题啊 白棋如果想拆的话很简单 白棋直接拆就完了 这个加的话 如果这两个子死了 那加一个实际上是亏的 是不便宜的 那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交换再来拆 明知道黑棋要虎 是不是就是为了赢得这一个先手 让脚上变成进火呢 就他的意图是什么 脚上死活 白棋多一个就是活起了 多一个就是进火了是吗 比如说他现在还是班 你这有一个先手你就跳这个 是 跳这个是打结吗 走这个 就算您这样是打结吗 跳 跳 跳 我点了顶进来 好像这一切不能被进火 那我可以 我可以走这个 你这个弯没有太大价值 所以这个地方 你这样就被我吃战骨牛了 我点这个 对啊 你这不是被我吃战骨牛了吗 对 你可以打这个 你现在打完了以后打这个 对啊 那就是说 你只能走这个嘛 走这个也不行 对啊 我就说你被我吃战骨牛 可是你走到这就行了 就是打结了 就是还是要紧度这一切 对啊 是吧 你点我走 然后你走这个 我肯定就算扑完了我也得打这个嘛 你站上提了打结 对 那这个棋 那还是打结果 它这个加 总之是加到一下还是便宜了是吧 这样手机的交换还是便宜了 感觉便宜吗 最起码二路和一路的交换 就差这么一点点啊 嗯 这个地方还是我研究的不透 看上去是 看来应该 跟楚国有重大的关系啊 但是虎在这的话呢 就局部而言 黑棋也是可以满意的 黑棋这个形状也是可以满意的 嗯 我记得你 你上次讲的那盘棋 黑棋是接上的是吧 对 接上应该是坏 这个就是陀佳琪和陈瑶夜 没人站的对局 接上应该是坏棋 然后白棋也是拖先的 这个是一致的 但是因为脚上它还是打结 嗯 它还没有进杀 反正那个一路弯是前手 对 然后就跟刚才还是一模一样的嘛 还是铺一个 但是这个粘肯定是坏棋 陀佳琪那盘棋 我不知道它怎么去考虑的啊 这个这个肯定是坏棋 因为都是后手 同样都是后手 这个棋当然是应该走在这里了 对 走在这里以后还是有解杀的可能性呢 那为什么要粘在这呢 粘在这这个效率多么的低啊 这个效率 总是应该糊了 嗯 其实对这个局部啊 好像陀佳琪和陈耀业那天下完棋 还研究了很久 嗯 然后赛后嘛 就采访 然后陀佳琪说自己本来觉得 对这边的变化研究的很多 嗯 但是实战好像还是亏了 所以他们又摆了很久 他主要是亏在这啊 对啊 主要是这首棋下亏了 所以这这首棋应该是他们两个人总结后得出来的结论 快起虎在这会好一点 对这个结论不难得出 其实 其实想好 只稍微想一想就容易容易知道这个是必然的一户了 反正都是打劫活 又不是沾完了以后下一手能竞杀啊 而且这个棋确实一个小小的局部 可以被研究可以被推陈出新的东西非常的多 职业洗手的这个思维的创造力也是无限的 围棋的复杂也是无限的 对啊 这个地方我是搞不太明白了 说实话 就像是这个脚上的死活哪多一个 然后气不一样了 它的结果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其实我们刚才摆的那些变化 也只是所有变化里的这个九牛和一猫 不知道对能不能对汽友有一些具体的帮助 总之我觉得有一个结论 汽友们可以记住 就是像这地方多两个子是没有用的 是不能被紧杀的 但是这里多一个子是可以被紧杀的 就是这个棋 这个结论汽友们需要记住 这个汽 解能一个后汽很关键 好 我们这个局部的研究就告一段落了 对 其实好多死活题呢 也都是这个提前有的是背下来的 对 因为毕竟一盘棋的用时是有限的 不可能这些都是在实战中 而且呢实际上我跟一些我的好朋友啊 也是棋友有过一些沟通 就是棋友们呢下棋往往都有一些特性 就是第一呢都是想赢的 对吧 那肯定 第二呢都是想进步的 嗯 那么什么怎么样能赢 怎么样能够获得进步呢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一个你知识累积量的多少 你的知识累积量越多 那么你下一盘棋 赢的可能性就越大 胜算越大 你的水平进步的就越快 这个实际上跟学英语背单词一样 你对于定势对于死活了解的越多 那么你在实战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小 不知不觉中 你今天会了一个昨天不会的定势 就证明你今天比昨天已经水平高一点了 对 进步了 实际上这些都是 要把它给用数据化分析也很简单 啊 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境界的高低啊 什么之类的 嗯 这些东西都还是嗯 在基础计算量之后的东西 嗯 像刚才讲的这些一些小小的结论 可能棋友们是还是值得去记一下的 对 好 这些是比较实用的 对 我们在这个局部也告一段落吧 再说多了以后我自己也不会了 先这个 先一个 然后白旗拆过来 嗯 这个旗其实有点想加工啊 这边 这边厚 白旗这个挂脚挂进来 这边厚 其实不太想去唯控 有点想去加工的 不知道陈阳爷为什么没考虑这个 其实那盘旗子虽然是这两个子的这个位置不同 但是当白旗走过来的时候 黑旗都是小尖的 都是小尖的啊 都是去守控 然后让白旗拆回来 嗯 那能能架成那样白旗还是满意的 白旗现在速度很快 外面有五个子 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子 那边那个脚儿 基本上现在还是不会担心死活的问题 嗯 黑旗这一块旗 对白旗外面的五个子 速度和后视的一个 抗风 感觉上 差不多 现在这个局面还是差不多 然后黑旗也都是挂在里边的 嗯 看来啊黑旗比较统一的去 都觉得白旗的这一块应该是受工的 对象 应该是这样的 否则 否则白旗太愉快了 等于说脚也走着了 边也走着了 如果要是只是从这边挂一挂 就把这个空让给白旗 那是不太可 所以这个挂进来是 基本上是必然的 嗯 好 背一个 好 剪冲 嗯 但是白旗这个子确实也不太怕 白旗应该处理好这边的 这一个子还是很容易的事情 嗯 白旗上贴 然后扳头 嗯 很强 这个时候确实是要扳头了 如果要是只是普通的退 让别人贴的走两下 这个还是 就没有什么压迫力 对啊 因为黑旗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后势 嗯 那对于白旗的这边的这子 总要给它点压力 不然的话这个后势不是摆摆在这了 嗯 搬 拐 来 长一个 半措 很强 那现在这样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后势也算用上了 嗯 因为通过这边的后势对白旗的压力 白旗在这边贴几个 那黑旗的后势又跑到这来了 等于说也间接着辐射了白旗下面的发展 嗯 还可以 应该也看不出什么更好的下法吧 就是 对于黑旗来说 如果这个挂脚对方也不准备尖顶啊 嗯 就是小飞的话 黑旗在这儿想攻白旗攻的很很舒服也不太容易 其实我觉得黑旗这样也算达到目的 嗯 白旗 但白旗这块旗确实也处理的还不错 先飞一下好旗 如果如果再长的话以后这个戏白旗被人家撬回来 嗯 这个飞相当于黑旗的先手便宜 然后长 再飞 黑旗大飞 大飞就是还是要控制这条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对于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极左的概念往往出现在这个根据地和交通线上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个子要是被白旗站过来 嗯 那么对外面的影响 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影响 对 嗯 感觉如果白旗的这个子走到这儿的话 嗯 这边的领域都被白旗控制 对 你这手旗不管走在什么位置 我估计白旗下一手旗都会震在这个天眼的位置 会震头的 啊 这一震过来 嗯 不仅黑旗自己要被攻击 而且外面的这个控制力就黑旗全都没有了 嗯 这个 那么他其实 如果想稳健一点的话 跳或者大跳 这个也都是也都不是不能考虑的 实际上这个飞本身也是双刃剑 就是它是薄的 将来被人留有这种分段的气 你就算冲断 然后在整体作战 是不是黑旗就一定握有这个话语权也很难讲 因为白旗外面毕竟还等了好几个字呢 你这边虽然厚 但是是不是一定能用得上很难讲 但是如果是呃 由于现在黑旗目前不是还是还是厚的吗 是 我快了一步 然后可以把白旗封进去 让白旗在我后射里边做眼 那我目击就成功了 对 但是做完眼就是白旗忍耐这一下以后 实际上这个字的薄弱环节也体现出来了 眼下是 眼下是你这个布子卖的大了一点 你对对手的压迫力大 但是这个就跟弓弦一样 你拉的越紧它实际上越容易断 这个 他显然是在这里是迈开了步伐 准备猛攻白旗啊 那么在攻击的过程中实际上 由于你这个拳头实力就使得很满了 那么实际上遭受到反弹回来 遭受到反击的可能性也很大 需要把这手旗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步调的一个宣言书 就后面的旗呢 其实对于黑旗来说 都应该跟着这手旗的步伐前进 如果你这手旗已经确定好了 是要进攻 那么OK 从现在开始不要想太多去唯控的事了 就是把今天这件事 进攻这件事 干到极致 干到漂亮 那么这盘旗就很有希望 如果要是走着走着再去想着唯控 这边再别人反击过来 可能也就很危险 对 要贯彻自己的意图 我记得好像当初就是我学期的时候 有学姐给我讲过 说是你在行起的时候步调 能快点就快点 千万就是别保守 就像是这种 但是非一个和 反正是能撑一步 白旗现在不敢反击 你就先撑了再说 因为一会呢 随着白旗去坐眼 有可能黑旗的毛病就 自然而然就没了 我记得王老师 可能就是您跟我讲的 我真的忘了 这不过这个话 如果真是我讲的话 我突然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话 有的时候 我现在其实不太认同 把一件事情给符号化 就是 一般碰下这个局面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因为我的体会就是 围棋太复杂了 跟生活中很多道理是 没有什么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只要照着这个走 永远不会错 没有 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有的话也太简单了一点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行为标准的参考 参考价值 这个还是有的 它的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不自能快一点 在当前这个局面 如果他不敢反击 就证明我们在这一刻 起码是占到了便宜了 对 至于以后的事呢 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啊 先把眼前的这个便宜先占到 但是呢 确实我刚才讲的 也不是说否认这手机不好 就是要有一个整体的构思 像你刚才讲的 前后的意图要连贯 这手棋它有好处 它逼着白棋去做活了 这是它的好处 它有好处肯定有不足的一面 它的不足就是这边有缺点 有缺点 那你是不能补回来的 这个是永远你不能往回补 对 补一下的话到慢了 对 所以你 你这手棋像足足过河似的 你过了活 你没有退路了 没有退路 那你就只有勇往之前啊 把这个意图贯彻到最后 这才可以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 确实也可以给其友们来作为一个推荐 作为一个在对局过程中啊 这个思考思考方法的一个推荐 嗯 这个确实有道理 你能能大一步 那这手棋那在这儿的话 那更好 那这不行了 嗯 所以 确实有道理 那个大飞可能在眼下这个局面 比小飞在亚布里足一遍 小飞他可能贴过来 他没什么太多的好棋可以下 对 然后白棋在这儿防守一下 白棋选择顶 那黑棋吃 打吃 这时候打吃的时候不能提 这个黑棋是不能提的 如果提的话这个地方被冲过来了 这个后包差很多 嗯 提的话他就冲 哎 这个冲了 这个很厉害 他这个脚现在不活了 嗯 但是 我就沾上 对 但是你这个地方以后被搜刮的搜得很厉害 很现场 嗯 对 再补一个 对 那么他再回复复复复复 以后这个地方你要被搜刮的很惨很惨 对 这个我还得利用这个先手 尖到一路做活 受不了 这个受不了 所以 啊 这个时候不能提 这个打吃的时候绝对不能提 嗯 黑棋的这个选择还是对比 粘上 粘在这 这个时候 这个也是先手 这个时候我们刚才回到了一开始给大家讲解这个局部死活体的一个形状啊 对啊 现在这个喉已经是后手 已经是后手了 嗯 所以呢 我们说过这地方有一个子和这个一路利有一个子啊 白棋是必须要补齐的 不补齐这个脚上就变成镜子了 这脚怎么怎么镜沙呢 就搬一个 就就死掉了 现在这一搬它已经没法走了 对 搬的话你肯定不能打了 打的话人家从这吃的完也吃掉了 如果你弯的话人家这边再一搬 这个脚上的眼位明显是一个不能够够做活的眼位啊 如果你跳也没有用 跳的话人家还是从这边一搬 总之这个眼位是很难够的 对 因为现在这边没有先手了 所以必须得补了 嗯 嗯 这样的话呢 其实白棋在做活的过程中也还算有收获 因为白棋有了这个子以后提还是先手啊 嗯 这边加上底下的眼位 这块棋基本上摆出来了 没什么问题 刹袋脚在做活这边的时候 还把白棋这个脚上原来的这个打结活的这个 所担心的地方啊也给弥补了 嗯 所以还行 等体来说 白棋也不算很委屈 嗯 黑棋的攻势确实很猛 但是白棋也能接受 那现在黑棋依然不能补回来 那就得继续出击 这时候肯定不能回头 嗯 开工没有回头件啊 啊 这个条道路已经走上去了 那就只能执着的走下去 利用这个子和周围的这些后事的影响啊 继续的去展开攻势 那就继续打入 他这时候打入的时候白棋飞这个 那么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白棋实际上黑棋实际上还是很想在这里去进攻他一下的 那这一手棋它还会是先手吗 有风险 如果跳在这儿可能就变成后手了 跳在这儿确实不一定是先手 嗯 刚才不是说这边已经有一些眼位 然后下边也有一些眼位 但是飞的话 人家冲了靠出来 这地方会产生一些薄味 黑棋也没把握 嗯 如果能够这地方有一个先手啊 把这条交通线彻底给隔断 哦 那再打入现在就严厉了 这就比较好 现在这条交通线实际上还给白棋留了一半 是吧 白棋这条交通线没有完全的被黑棋给隔断 这个对于黑棋未来的公式来说呢 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如果下棋中总是会有这样的遗憾 对啊 黑棋再走就走不着了 所以他想着先打入 他还是能撑着下 这种打入呢 跟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 跟这个打入 跟这个挂脚有点像 黑棋如果简单的从这边挂脚 那是不肯的 这样的话让白棋把这个空围住 黑棋在这边是做不了什么大的文章出来 对这种打入呢是带有攻击性的打入 虽然看着周围好像白棋子比黑棋多 但是其实黑棋中间也是有一些潜力的 伏冰在等着 他飞这个 这个白棋震一个不行吗 我感觉白棋 这也是我第一感 白棋为什么要从这边走呢 这个说实话让我有点不太理解 如果让我下的话 我觉得第一感总还是这个 逼着黑棋在底下去做活 这个会下成什么样呢 会 靠段 会吗 这个太分 因为我看你会争子有力 这个 他不会去争你的 他肯定是长过来 他这边 你带着走是不是有风险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性 就自己做活 就自己做活 那你还不如直接跳 就先跨段再跳 你还不直接跳 那如果只是这样做活的话 我就觉得 黑棋可能会飞 黑棋应该会飞 那他就下个俗手怎么样 嗯 这个不知道这个也挺俗的 但是下什么呢 尝出来啊 那这个我觉得白旗满意 尝出来 尝出来被冲上去可以吗 反正挡一个我不怕 我觉得 因为您挡我虎一个 就算你在下班走活了 一会我这个再飞出来 嗯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这个问题啊 不是说你这个下的多好的问题 我们在探讨就是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飞镇 没有选择这个 对 我们在替他去思考 因为这个道理 照理一判断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那为什么他没有去下 我们要去站在对局者的角度 来思考一下这个道理 对啊 为什么呢 不过这飞镇确实 我刚才说也是我第一感 不知道黑棋走 飞你肩 飞的话不能单靠 单靠我 看你这个帮我断了 也是有可能 这个手筋你没学过吗 学过 但是 啊 我知道 靠了再搬 对 你这个手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刚才我没有想到 但是你一考我 我就突然间突发灵感 我就想着 说明你输背的不熟啊 这样的话 黑棋可以通过这个手段 对啊 我这个就冲出来了 白棋如果吃的话 黑棋可以吃这个 如果白棋长 这个是最强的手段 但黑棋长 这边也针色 下面这个提和这个针就见合了 所以 先靠再搬是 好手筋 飞的时候 因为白棋一般来说 是不太愿意上这个俗手的 白棋单靠的可能性是很大 而这个单靠呢 跟针子有关系 这个局面下 跟针子有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的这个子是白棋 那这个单靠是可以成立的 嗯 现在 现在陈银说是要尖这个 这个尖确实是好棋 在这个局面下 虽然俗 但确实也是好棋 但黑棋也不能长 一常被冲下来 这个受不了 而且只能挡 那我就虎过来 虎的话它大概也接上 啊 就 是不是还能扎个钉 啊 这个就很凶了 扎钉的话它估计会搬你了 嗯 你就这么断下来 嗯 难看就难看点 这样 嗯 尝一个 你就把这个保持了 这样可能白棋还真的是可以下 白棋要强一点就靠下来 在这寻求一些转换 嗯 可能还真的是可以 那跟白棋这个非也 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是可以的 明显好点 这个棋呢 就是需要一个细致的判断啊 从 从全局来看 黑棋比较厚 这块棋 白棋没有活进 然后黑棋可能还会有一些先手 但是从这个小局部来说 实际上是白棋是在以多打少 啊 在100公里之内 这个我的人是比你多的 你那个大兵团 可能都在500公里以外作为支援呢 啊 那是战略性的优势 我这是战术性的优势 这个时候如果我一震的话 在局部形成的是四打一的局面 四打一这个作战 应该是白棋有力 嗯 但是他这个棋为什么就 从这边飞 这个有点让人出乎一调 确实刚才我们的这个一个思路 如果黑棋只是在底下做活啊 这个做活不不难 黑棋应该轻轻松松就能做活 那做活完了以后 如果把白棋撞厚一点 白棋从这再反击出来 这个下发看上去更加的凶狠一点 总之飞棋在这个地方 选择的下发还是太温柔了一点啊 对 从昨天您就说这个飞棋温柔 温柔 他这个C呢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应该是有点逃跑主义 对 一般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 他的出发点 当然肯定是要从局势的这个整体的出发点 来来考虑啊 怎么样是当前局面下最好的一手棋 那么往往是有几条道路可以去选 有的时候是战斗 有的时候是中庸一点 有的时候呢 就是一看站不过就算了啊 嗯 投降软一点就算了 这个吃点小亏 但战斗不都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对 我觉得你这句话用在这儿应该还是挺合理的 这个应该在这个局部应该吓得凶一点啊 他可能是不愿意下你刚才摆的这种俗仇 还是担心被飞了以后没有什么好的下一手 但总之这手其实他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 对啊 要说木树也没有什么木树 跳过来确实很大 跳过来很大 但是现在黑棋暂时是没有跳没有功夫跳过来 嗯如果你震的话他不会去在这儿去忙活呢 他肯定还是要在这里先处理 这个跳过来 下一手继续搜刮确实也都很大 但是还是这边更着急一点 飘逸逊的这个棋看出来了他非常厚实 对后机这个后发之人的啊 这样不管怎么说黑棋在这能连下两手 能跳出来应该 应该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其实黑棋跳出来的话 白棋即便有了这个子也没有完全连上 嗯白棋再跳一个 这两手棋真的是很健康 稳健太稳健了 嗯我 想不到啊这个真的是 维棋还可以这么下啊 在我现在看来好像年轻棋手们 起码我身边接触的中国的这些年轻棋手们啊 什么十月啊 没有这么悠闲 很少有 很少有十月周瑞阳这些比较 比较优秀的年轻棋手 一般都是出招啊 出拳节奏都非常的快 很少有这么很温柔的去慢慢又又飞一下 然后再跳一下 就是很执着很执着的要把自己两块棋连起来啊 这两手棋当然也是有一定的价值了 但是能不能给对手造成什么威胁啊 是不是有进攻性啊 这些都不考虑 要先把自己连起来啊 那这个想法有点 很有信念 想法太单纯了 嗯 单纯也是一种信念 但不管怎么说 让黑棋在这边连下了三手棋 黑棋这三手棋可都是实实在在下在木上的 嗯 白棋这两手棋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木 对 我觉得实在不推荐白棋的这样的一个下法 它的最大的好处跟优势就是把自己连起来了 连起来有什么用 连起来厚啊 厚但是没木 但是黑棋这三手棋有木 现在来看黑棋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个局势应该还是可以的 白棋飞 对啊 本来这边是白棋的一个势力范围 嗯 现在下了几手棋完全被黑棋化解了 嗯 后面一手棋 黑棋这手棋也是分水岭 黑棋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有选择的 实战呢 实战陈阳烨飞这个倒是不奇怪 我不奇怪 我觉得以陈阳烨对实际的喜好 他应该是会这么选 而且这个下法我觉得挺狠的 就是那白棋既然都已经下这么悠闲了 那你是不是再坚一个 我跳一个再挡一个 嗯 他不会这么想 他知道对手不会坚这个 但是这个是他的在判断上的选择啊 那么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呢 是跳这个 把它封进去就是把自己连上 对 跳这个其实也行 但您跳的时候我再尖一个 嗯 等会再尖吧 等会再尖 先逼这个 嗯 先把这个大厂占了 好 这个逼有先手味道 战手三三太厉害了 因为外面的后视还是有作用的 估计白棋也会补一个 然后呢 这个间应该基本上都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现在黑棋在震这个 把这个交通片都连上 这个中间就变成了黑棋的主动 而且将来其实这个还没有完全联络 白棋变薄了的话 黑棋这个靠段是有可能的 即便不靠段 将来在这边掉一掉白棋 对也有先手味道 因为下一手戏肯定就有靠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几手棋呢 可能更均衡一点 就是不要往里飞 往里飞等会有什么坏处 有什么坏处等会我们慢慢再讲啊 我觉得眼下这个图呢 可能更均衡 更符合全局的利益 这个飞是陈阳叶的棋风 是他的风格 他喜欢下这种棋 就是把实力的这个 受取啊 到了极致 能拿多大就拿多大 但是呢 这个我感觉 从全局的角度来说 在当前的这个形式下呢 不是最佳的 有点 有点影响是大的 有点影响是大的 这个 所谓舍小就大的概念啊 是全局跟局部的概念 嗯 全局的再小 也是大的 嗯 局部的再大也是小的 这是一个 一个辩证法的概念 这样下应该比较符合全局的利益 从厚薄跟实力来说 其实这个地方的地也很多 黑棋这个地方所获得的地也并不少 而且将来如果再能走一手的话 这个向上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那他实战的这个飞呢 就是在说取的一定的局部实力的同时呢 把自己下薄了 对 其实白棋下了这两手棋啊 比较缓嘛 已经在这等着对方了 就是就等着黑棋 让黑棋的这些子都变薄了 嗯 他这手棋 这两手棋的坏处呢 是速度比较慢啊 嗯 然后呢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他不是一无实处的 他的好处就是把自己连上了之后 他变得很厚 对啊 现在他一变厚之后呢 那黑棋的周围就薄了 就显得我们当初的 对我们当初的这个步伐 卖得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黑棋来说呢 要呃 在全局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基础下 要考虑后保 均衡 对 有了均衡 那么这个棋才能够长久的 把这个局面给控制下去啊 像他这个棋 他陈阳叶肯定知道对手不会走这个 对手走这个 那陈阳叶就 对 他就不是陈阳叶的对手啊 嗯 所以 对手 当我们黑棋飞的时候 白棋从这边靠出来呢 是肯定的 是唯一的找法 肯定要这么下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陈阳叶自己的一个判断了 那么我的感觉呢 当对手 当白棋押出来之后 黑棋这几个子变薄了 这个棋 在全局的角度来考量呢 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嗯 有点有点小亏 对 因为如果是这个地方啊 像实战这样被白棋出来之后 那他这两个子就用上了 如果刚才呢 黑棋跳一个 这两个子就用不上 是吧 这个解说的很 解说的很到位 其实从全局的考虑来说 当我能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你这两个子 他就变成单纯的逃跑了 嗯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对啊 这些反击现在都没有了 都不怕了 对 而且呢我还牵制着你的薄位 我这地方牵制着你的薄位 你在这边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段 好使 更何况我这个子一二三 我这几个子都是相互之间有配合的 如果将来你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手段 你要在这边忙活忙活 我一跳起来 你看我这几个子是不是 其实都是有木的 对 看上去我这个子和这个子是在空中的飞舞啊 跟你这个差不多 但实际上当我配合起来的时候 这些都是木 每手机价值都巨大 所以 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这个飞呢 还是有点音效实大了 做的不好 嗯 有点抢实地 抢的太猛了 就没有 飞 这飞 有问题 压出来 嗯 那现在这几手棋 怎么说白鞋都牵手了糊 嗯 然后再拐 中间的这两个子 然后再这个 越来越薄了感觉 对 我们其实跟刚才摆的那个图很容易进行一个对比啊 黑鞋的所得在哪里呢 黑鞋所得 其实就是脚上这一些 对 就是让你的脚上少了几木鞋 嗯 白鞋脚上刚才可能有十三四木吧 现在没有了 黑鞋在这还特别多了点 但是复苏的代价也很惨重 对 这个中间的潜力没有了 然后让自己的子力都变薄了 关键这种鞋呢 在变薄的基础上 它是补不胜补 就是你想通过这个后面补给手机把它补好了 这是很难做到的 对 毛病太多 这也欠棋 然后感觉这边也欠一手棋 嗯 现在呢 哦 它现在是这样 现在总体来说工房的这个角色呢 还是逆转了 现在黑鞋的这个步伐看着没有 都变得特别的小心谨慎 刚才如果这周围都是黑鞋的话 黑鞋可以迈着大步放心的走 这个实际上就是真的是风格的问题 我觉得要是进攻型的棋手啊 可能如果是鼓励来下黑鞋 可能不会走这个 可能真的是跳起来了 嗯 那么陈阳叶实际上第一呢 他喜欢实地 第二 陈阳叶确实对自己的这个质孤啊 很有信心 更有信心 像昨天那盘棋 他回去肯定也在思索 为什么会输呢 哦 都大模样了 像有大模样 大模样的是一开始没有掌控好 陈阳叶确实 就是在他的技术环节里 当然他其实都很强了 那在他的技术环节里呢 之沽这一项应该还是要强过于进攻 应该让人家走到我们要反过来 然后白鞋飞 在这里做一些准备工作啊 白鞋飞之后呢 黑鞋执着的执着的捞地 对然后下一手棋 黑鞋又继续的捞空 现在等于说白鞋其实中间已经走了这么多子了 就已经越来越厚了 这个毛病 我觉得已经是特别明显了 是 他这时候啊 竟然下了这手棋 我觉得是意想不到的一手 这手棋 太财迷了 这手棋 这手棋实在是太财迷了 这竟要走 至少得走在这儿嘛 走在这儿 这不是还有尖冲吗 那 那就来吧 我想陈耀业肯定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是受您刚才讲啊 嗯 说陈耀业特别喜欢巨孤 那我把我的这些先都补得厚实 很结实 那你如果攻击我这块 你再厚 你对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在这儿的话 你就厚了 是不是一会就打入了 坚冲了 对 我在这儿 我同意你的分析 我同意你的分析 但是这手棋 在这里就这么去稳健的围空 这儿捞完一票以后 就去围这个空 这其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点 这个点是显而易见的嘛 当然黑鸡现在如果想把它连上很容易连 但这手棋的目数到底有几目 太单观了 这手棋就是太单观了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是捞了一点时空 但是这两手棋是单观 其实 走到这两个单观 这边捞了实力 基本上也都抵消回去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 推荐是不是走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本身价值是蛮大的 你牵制一下他这边的 因为这些有什么 对 下一手我最简单的 尖了一飞 把这个子隔下来 这也很大 这个价值也很大 我这时候其实是有目的 而且呢 间接的也在增强自己的这个抗击打能力 嗯 未来的这制孤呢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同时这边也给你一点牵制 你要是你要是真是这么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反击呢 但这个就就很难判断了 这样也很难讲 对这边可能会有一些 但这样的下法就就难以判断了 嗯 就是变成另外一种很很乱的一个局面 但他这个飞这个语言太明确了 这个飞真的是让人想不到的一手气 对就是要很厚 逼着白气 先围上自己先围上一块空 嗯 这块地是我的了 这块地是我的了 你别的地方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嗯 是这样一个状态 看你到底有什么招 你使出来吧 对这个这个 你说实话有点欺负人 欺负人家朴友俊不善于吃进攻是吧 嗯 他说这个职业棋手的大龙哪那么容易吃 陈阳烨很有性格 所以这首棋呢也是 嗯 多少是能够体现他性格的一首棋 就是强烈的自信跃然于盘上 我不怕 我不怕 你来吧 就是你刚才说那句 我的大龙 我的大龙哪是那么好吃的啊 你不服你来试试 是这样一个状态 而实际上局面怎样 还是要通过去进程去判断啊 但这首棋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首棋 我觉得要再走多 至少走在这儿啊 至少走在这儿 这将来不是 靠断对方还能够有一些 让对手有一些薄吗 嗯 这个非真是太稳健了 但是你的判断也是有道理的 他担心被进攻的过程中 一旦把对方撞后了 还留点毛病 对 与其那样的话还不如自己 走干净了 对 走干净有点得了 是这样 对与其 那白棋也只此一首了 嗯 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 然后就开始了陈耀业的制孤旅程了 是 飞棋先先活一块 先把这块走好 飞 嗯 这块棋想处理好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其实如果被白棋跳这边 周间 白棋靠一下 这个靠一下 靠的黑棋还是有点难过 大概只能走这儿吧 嗯 没得反击 这个靠还真的是好棋 以后白棋还有这种靠的可能性 以后白棋是 只要厚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靠这个的 对 如果这块黑棋有所担心的话 就可以靠下来 总之现在这个形式 我没觉得黑棋好 黑棋太薄了 感觉欠债有点多 但是如果是只点木 不点欠债的话 不点负债 那可能黑棋的木数还是要多的 四十五十 黑棋五 对黑棋五十多木了 白棋肯定数不出来这么多木 对啊 就看你能得到多少了 公我 是 这个时候形式黑棋肯定谈不上好 那其实对于白棋来讲也很难 因为如果是单纯数木的话不够 那 现在就这四个子 给黑 给白棋一个方案 就怎么才能 怎么才能这个 就木数跟黑棋抗衡 或者是通过攻击我得到的利益 超过它 这个棋反正你让我下白棋 我肯定也是通不好的 这个 是说要下黑棋也活不好吗 要下黑棋也没有觉得自己 要下黑棋肯定也没觉得自己 这日子有多好过 就是因为周围这个 现在黑棋这几个子明显是被边包围进来了 汪洋大海中的一夜偏周啊 是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最可怕的是这棋还轮白棋下 那就是说 黑棋现在归路也没有眼味也看不到 这个棋我估计也就是陈阳烨他有这种强烈的直孤的这么一个强烈的信心啊 但是这个棋说实话还是还是挺挺孤的这么一种感觉 挺危险的一种感觉 对危险 确实因为周围人家都已经这么厚了 反正让我下的话 我心里肯定是打小鼓的 哦 是下黑棋也不好赢 白棋也不好赢 对 我的心里在咚咚咚的被边打的小鼓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 未来的前景如何 那如果攻对方是不是首先你得不能让他成眼啊 对 这个棋怎么去进攻还是很有学问的 但他这个是不是太俗了一点 普通的跳一个或者杂钉又不太肯是吗 这个他实在使出这种下法 这个下法陈盈你的判断是不是语言是要吃齐了吧 对啊 这个反正是瞄着人家眼就开始多嘛 不让他成眼 攻齐要紧 他这个确实挺紧凑的 如果吃齐要紧 那他这个太紧了 现在白棋要是不吃光靠收空 要攻击的话有可能就下来这 他这个实在这个下法也很凶狠 没想到 开放血也急了 嗯 你太小看我的力量了 吃吧给你看看 对 确实不好吃 嗯 那这个这个杂钉还是非常规手段啊 建议其我们不是说 慎勇 杂棋的这个意图特别强烈的时候呢 这个还是要谨慎一点 嗯 那跳下去灭盐 挡 双 嗯 这样底线黑齐想做盐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概 大概要想做的话后手一只眼还是能有希望做出来啊 对 一拖一顶这个还是有希望能做出来 其实他都要吃齐 嗯 这个地方是不是 嗯 你觉得他走到这儿好还是走在上面好 有的不是经常走在上面吗 其实我觉得这边下边 走在上面哈 对 就算他怎么走 他也不是也没有眼吗 我走在上面 他下面一个眼中间 他找眼还没找中间 但是这首齐呢就是实际上也是做一个判断啊 他的意图肯定是 就算不是要杀你肯定也是要猛烈的攻击 那这两个哪个好也很难判断 我要如果吃齐的话 其实我挺想走这儿的 如果我收官的话 我大概我就走这儿了 那在这儿的话 将来他一加一跳 你就没眼啊 下边先保证 白齐也可能会没眼 就是将来实际上 你这地方被他分断的可能性是有的 他白齐以后 他要像破你的眼的时候 他一加一跳 你的眼也没有 双那个的话 先确保自己这个局部 是比较厚实的 但是黑齐在中间 有可能怎么怎么跳一个 有可能能找着眼了 这个只能发挥多大作用 不知道 对 这个只有 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知道 这个地方只能凭感觉了 你但是你的感觉有有靠谱的地方 这个这个放在这儿多一个字 可能会比在底下多一个字有用 但是究竟是哪个字更有用 对 不知道 对 真的也是 看看后边是怎么回事 才说了 黑齐飞 开始了 执着的质固 那 飞的话白齐跳 还是 对 对 怎么不能让他连上 嗯 不过 无论黑齐怎么摆 也没有明确的看出 他的两个眼到底在呢 嗯 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 下一首期真的是 体会 这个 漂浩勋性格的一首期呢 反正我估计 也只有他一个人会怎么下 那咱们先别说 王老师先别说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形状啊 挺难的现在 嗯 挺难的 全局的这个木树呢 是黑齐的木树要领先 嗯 那白齐必须在攻击 他这块姑齐里边有所得 对 如果没所得被他轻人挤的活出 那黑齐还是非常成功的 是 木树领先了 是 最重要的是 我真的没看出来 黑齐的这几个字 嗯 他的眼真的这么明确吗 这里边是眼吗 肯定还是要被被攻击的状态 对啊 我觉得这外边撕花一下 能摆出两个眼吗 嗯 把问题交给大家吧 嗯 让大家思考一下 看看 在这个局部的攻击上 有没有最好的手段 我们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好的 好欢迎回来 现在呢 这块棋 确实我觉得 如果不攻他的话 这心里啊 嗯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那 您能给我们推荐几手 对 首先他实战确实是就没有 他放弃进攻了啊 对 我觉得比较 嗯 这还是要贴吧 这个 这个地方应该是眼型的要点 那黑齐可能会唬住吧 对 就可能会被刺一下 沾不沾呢 如果沾上的话 这些白齐的毛病才能存在 不沾的话 就只能自己去做活了 嗯 做眼 不知道会怎么下 如果黑齐真是这么去做活 这个棋 我怕黑齐要输 被搜刮的很厉害 实际上 白齐就放弃对黑齐的这种搜刮了 我觉得很难理解 这个是要点 不管黑齐下什么 这个贴还是要贴的 对 这被黑齐这一贴的话 既是掀手 然后这边的眼位也摆出来了 不是现在白齐呢 首先有一个 思维模式必须得肯定下来 就是这两块齐绝对不能让它连上 因为 只要它连不上的话呢 下一手白齐是可以去靠这个的 嗯 白齐这个靠也很舒服 这个对于黑齐的搜刮也是很厉害的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局面下成这样了啊 不管黑齐这边下什么能够活齐 这一靠 黑齐估计是不敢反击的 对 这扳的话它就夹 夹下来啊 这个 然后去贴回来 这样的话这块大龙真的是有可能要被消灭掉 这个是可能性是很大的 嗯 所以 突然间发现啊 黑齐的全盘都薄了 到处就是白齐有搜刮他的手段 对 就是我们刚才点幕 确实黑齐都50幕了 白齐可能都没什么幕 但是随着这个进攻的过程的推进啊 白齐的幕会越来越多 因为白齐非常的厚 潜力呢都很有可能转化成势笔 嗯 这个 所以白齐应该把进攻的这个意图贯彻下去 黑齐既然已经是强烈的要在直辜上做点文章了 那么白齐也没有什么退路 其实 朴永逊昨天我们聊了一些话题啊 就是 我也很确定的说 我说 确定的判断 我说陈阳烨肯定赢 对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朴永逊跟陈阳烨相比啊 他少了一些气质 少了一些这个胜负师的气质 嗯 像昨天那个棋我们稍微回味一下啊 朴永逊实际上最后可以用更痛快淋漓的方法来击倒对手 因为确实陈阳烨在一开始已经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 对 犯了比较致命的错误 那个棋呢让朴永逊已经彻底拉开了好几个身位了 优势非常大 然后朴永逊呢在这个前提下呢 他就放弃了最具致命性的攻击性的手段 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定型手法 就就赢了这盘棋啊 从单从一盘棋的这个眼光上来看呢 无可厚非 这么下也是一种方法啊 甚至可能还会有棋友们来来举例 说当年的小林光一就是这样下棋的啊 那个嗯 稳稳渐渐的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 这也是一种功夫啊 这个话很有道理 但是呢 当年是当年 现在是现在 就是一个时代呢 会有一个时代的潮流 会有一个时代的王者 那么什么样的下法更符合当前的潮流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俗一点啊 就是要一将胜勇追求扣 关门痛打落水狗 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嗯 但是朴永逊显然没有这种气质在里面 他一看这个棋OK了可以了拿下了 他后面有什么再强的手法呢 他不想了 他不考虑了 那么在今天这个局面呢 我觉得其实也有点跟他这个性格相符合的一些下法 他实战呢 在这就是这个攻击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你不觉得吗 刺跳走 这刚刚一个回合 大家还在试探呢 对他就收兵了 这个拳头还没有打出 他就缩回来了 这一缩回来的话 再想去寻求击出的时间啊 没有了 一盘棋不会给你很多很多机会啊 嗯 其实我记得 嗯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去无锡看一个很好的朋友 跟他聊 他他年龄比我们大很多了 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他最后就是我们吃完饭聊会天 然后他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啊 嗯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人生啊 人生其实都是有很多起伏的 成功的人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么成功的 也都是很多都是从末末乌文的小人物成长起来的 那当然随着这个经验的积累他才能成功 但是人生中关键呢往往就是有那么一步两步不能走错 这一步走对了 赶上这个点了 那么后面就是通弹大道啊 如果你要是这个时候不敢走出这一步 总是这个很很小很小资的生活啊 嗯 其实离成功可能就会距离越来越大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这关键的 对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没有白系没有退缩的资本 可能呢 我估计可能朴永逊去判断形势啊 去点幕 觉得幕说还行 还可以 去收官呢 去收一收 甚至说他也有信心能把这个期收回来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 因为就像陈阳烨对自己的质孤很有自信一样 朴永逊对自己的关注也非常有信心 对 那么人呢 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两面性的啊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某一项才能特别有信心的时候 他可能往往就会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故意的导向那样的一个局面 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忽略了其他选择的方式 他首先就想到 哎 这个期最好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因为这个我擅长 这个是真的是一种惯性的思维啊 那么实际上朴永逊他不会不知道当下的这个实力呢 对比自己是弱的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哎 我站在利用他质孤的过程中 我站两个大厂 是不是就能把这个关子的 就能把这个幕术的差距拉近 脱入到关子决胜 这样的话我可能归更有机会 哦 这个对飘顺讯来说可能是他的当前的一种思维模式 但这种思维模式你说是错的吗 也不能说是错的 因为人总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 对 去选择自己擅长的并没有错 但在当前这个局面下呢 就其而言 就其而言 这个实际上真的是白棋 非常良好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啊 在这个情况下不进攻 你再想去寻找进攻的机会 那就没有了 没有了 不会经常有这样的机会给你的 对 可是就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呢 飘顺讯继续选择输关 嗯 确实我觉得很多骑手应该都不能理解啊 嗯 都喜欢看着他 好不容易有块儿鼓齐 然后眼就发亮就想攻他 对 这个时候至少呢 我觉得至少啊 就是这边先保留 他可能怕落空还怎么样 这时候至少可以先去靠这个 就是先不去进攻这个 先去靠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那黑棋 让他出牌 让他出牌 黑棋有没有主动出击的可能性呢 比如说在这边靠断 那 就 大家 就互相进攻 就是 这个 这个时候是需要摊牌的时候 现在这个局面下 想追求中间道路啊 对手就是你 你软一点 你想对手跟你妥协一点 这个不太可能 嗯 就你要跟我拼我就跟你拼 是这样一个状态 实际上这个靠呢 就是逼对手摊牌的一手气 基本上来说 黑棋只有两种选择 就是一种搬 嗯 还有一种就是 其他的下法 你现在如果是搬的话呢 那肯定是下方这个局面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倒是不怕 但是白棋实际损失也很大 现在的话呢 逼着黑棋在这去想办法 做这块棋的做货 那黑棋等于说是 这两块棋有点打架 对 你在做货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厚一点的话 我将来可能就不使出这种手段 我可能直接在这种那块 对有可能直接就进来了 我可能直接刺 我还不贴呢 直接刺完了以后 对你的眼位伤害更大 你要是接上的话 我跳在这种位置 直接就全杀 嗯 而且说实话 这块鞋究竟去怎么活 也还是有点头疼的吧 也不是说说活就活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搬一个黑棋 可能不能考虑 嗯 但是如果他不敢搬 比如说只是这样顶 让我把这个空围住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将来再去这边啊 就是放弃进攻 再去这边收关 可能底气更足一点 就是你先把该站的便宜站了 然后再去做下面的判断 到底是进攻还是收关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啊 他现在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没有这种勇气去逼黑棋摊牌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 我这张牌打出来以后 你大猫出不出 嗯 就是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逼你摊牌之后 哎 根据你的这个牌怎么打 我再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 实际上应该是 在当前局面下一个 比较积极的选择 对 实战呢 突然间跑去收关了 对实战 比方说这个尖 哎呀我真是觉得 错过了 实际 不是我现在想起你昨天说的坏了 可能还真的是年纪大了 老将了 因为我是自己觉得我可以被称这位老将是什么状态啊 不是说我自己的年龄到了三十以后或者怎么增长 不是那个 是我突然间觉得我下棋的时候有的时候懒得算了 以前我可能会在复杂的局面下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计算一两个那个 呃不是特别有成算的变化 但是我很想下 这个变化我很想下 我知道风险很大 但是我就特别想下 所以呢我会在这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计算 那么结果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 结果算了半个小时发现这个下法不靠谱 半个小时全都浪费了 白费了 时间也浪费了体力也浪费了啊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下棋就是那样的 也有很多好的时候啊 通过我的这个计算我发现了真的是发现了一举击溃对方的这种办法 然后走出来赢了赢完了以后特别开心 这就是说投入有的成果特别开心 但是当我有一天我发现我懒得算了 我开始凭经验下棋了 我觉得这种投入跟产出的效率太低了 可能可能十盘棋如果都这么下 顶多有五盘取得了好的效果 另外五盘棋直接就不行了 或者说那个那五盘取得好效果的还不一定 肯定都能拿下来啊 占的便宜可能是有限的 嗯 但后来我发现这个 慢慢有经验主义去下棋了 这样的话呢 哎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是要被称这边老将了 终于俯老了 昨天呢 我说这个朴宇逊比陈耀业要大几岁 每一个85年的一个89年12月份 这个其实年纪上是有差距 在连续这么多天的作战下来 可能还是有点影响 你昨天还不承认 今天你终于承认了 我今天也不承认 我今天也不承认 他们这个差四岁 我是说自己跟自己比啊 嗯 这个人齐手之间是不能跟别人比的 你觉得那你觉得陈耀业算年轻吗 陈耀业还有很多对手比他还小好多岁呢 陈耀业跟范婷玉下的时候 范婷玉比陈耀业还小小六岁 对九六岁 那难道你就说陈耀业老了吗 不能这么横 这种比较没有意义 就是人最好是自己跟自己比 自己的今天跟昨天比 明天跟今天比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当人下层 按照经验主义去下棋的时候 实陈耀业老师 我不知道 其友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超越自我 陈耀业老师 那个在超越自我上呢 有一段话 借一个小故事 来描述他的一个理念 写的特别的精彩 原话我记不得了啊 但是我记得呢 他中间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来描写 他对这种年轻跟衰老的这么一个概念呢 他借用的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说家写的短篇小说 那篇小说叫一块牛排 你有没有看过 叫杰克伦敦 他的著名的作家杰克伦敦 写的一块牛排 那个故事呢 故事架构很简单 一个年老的拳击手 经验很丰富 但是体力不够 家里很穷 在比赛之前呢 想去吃一块牛排再去打拳 但是做不到 那个牛排店的老板呢 不肯赦给他这块牛排 于是呢 他为了省钱 他又不愿意坐公共计车 去到比赛的场地去打拳 他要走过去得为了省钱嘛 那消耗了很多体力 他的对手呢很年轻 拳法技术跟他都不能比 经验也更是没有 但是就是年轻 在一上来的时候呢 他占了很大的优势 可是没有把对手击到 但是到了最后呢 他的对手靠着年轻 又站起来了 经过了他的一系列的 这种摧残以后 他的对手 还是靠着最后自己的年轻 击败了这个年老的拳手 最后呢 这个老拳手还是要走回去 就是他的整个故事呢 描写的非常简单 也很凄凉 那么陈祖德老师 就用这样一个故事呢 来描写他自己 在年过三十以后 对围棋的一些理解 他说我这个时候 各种方面的经验 什么能力都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感觉体力真的下降了 这个时候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 杰克伦敦笔下的那个老拳手 我觉得今天呢 听我讲这个故事 其友们啊 不妨可以找出 陈祖德老师的这个超越作 这本书来看一下 我是很小的时候看的 但是对这个故事呢 印象非常的深刻 尤其是当我自己也过了三十岁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呢 感觉各方面的精力 开始下降以后 更能够亲身的感觉到啊 非常切身的感觉到 这个陈祖德老师 对这一段的描写 真的是入目三分啊 我相信每一个棋手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在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怎么样能够长久的 维持住自己的这个状态啊 还能够 跟比自己年轻的对手的时候 对一的时候呢 还能够去让对手觉得自己不太好招惹 这个很困难 确实很困难 但是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啊 运动 竞技体育嘛 运动员就是这样 一般来说 都是得年轻者得天下 但是其实老将的存在 对于年轻人来说 也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像 像朴槤迅这首棋啊 我们回到这个棋盘 他这首棋应该也是 我刚才所讲到的 就是这种经验主义 他到了这个程度 这到了这个时候呢 往往就是冒险的这种 这种勇气啊 会弱 不愿意去尝试 他就是还是 会按照自己最擅长的方式 来处理当前的局面啊 但这个棋肯定不是最佳的手法 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不是最佳的手法 对于黑棋来说 黑棋现在更害怕的 绝对不是这首棋 那当然 而是怎么样去进攻 去进攻 像这种靠啊 去比你摊牌 黑棋肯定最担心的是这种棋 那么当陈耀叶看到对手 下的是这个的话呢 我想他现在的心态 一定是非常的高兴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白棋这首棋应该是坏棋 对 等于说前面投入了这么多嘛 就包括黑棋爬了几个 然后又抢了一首棋 其实黑棋在前面已经获得了很多木树上的优势 那白棋又轻而易举的就没有攻他 这个这首棋的价值怎么能和这两个 这两首棋相比呢 确实很大 确实也很大 走完这首棋以后 这个脱退先手 那走完这首棋以后呢 基本上木树上的差距也被搬回来很多了 搬回来很多了 但是呢 无论如何黑棋是长出了一口气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啊不用担心了 有了这这首棋之后 这两个人应该都好了 嗯 都不怕了 对这个贴不仅这块棋活的没有什么疑问了 对啊 你现在这个靠的勇气 恐怕也没有了 对我这个棋其实都是连着的 对有连着的 以后再冲断这边借用很多 你要真敢靠的话 黑棋会搬进来把你吃掉了 嗯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啊 巨大的损失 这个机会真的是就是一次 稍纵即逝 对嗯 刚才我讲的朋友 我接应他那句话就是 关键的机会一定要抓住 失去了再想说后面还有 不那么容易了 嗯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 是这样 他这个棋显然不是没有准备好 那现在这一天呢 失去了这个机会之后 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一个细棋的局面 嗯 就没有涉取谁后谁包 因为黑姐都活了 把姐都走好了 嗯 白棋这个打入这首棋也有点奇怪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的少 这个应该先提一下吧 无论如何应该先提一下 提我就吃 然后再在这边走 打入或者尖充 这个应该都是可以的 这边压迫一下 黑棋 这个应该 这个尖充应该比打入好 尖充基本上先手你得爬 对 然后再长 嗯 这样的话应该好一点 然后就爬过去 对他实在打入这个对黑棋没有什么影响 黑棋可以不走 这样的话他没有提 黑棋把这两个提了 这个价值也很大 这样的话白棋这边变薄了 这个头变成软头 这边也变薄了 白棋这两手棋下的 不适合理想 拐这个 这个当然也很大了 然后黑棋来欺负白棋 欺负白棋 是这个 其实这手棋也挺大的 因为 看这边有靠 这边不是同样也有靠吗 对 是这个很大 这个也很大 不是这个靠比那个靠要 稍微差一点 这个靠可能黑棋顶一下 整个先手就算了 嗯 因为这块棋毕竟是活棋 这个靠不一样 这个靠如果你要是不敢搬进来 你顶完了以后 你还得再去 你还继续要被搜刮 他这个飞其实也很大 这个飞就是因为我贴在这儿以后 不是简单的破你中央的空 是要对你的整块棋 产生一些威胁 确实这个飞完了以后 你有没有感觉到白棋 瞬间整个的联络就变得有点问题了 然后这些什么靠段啊 各种靠段可能 就确实也很大 如果要换成白棋 中央十几目棋呢 这个是进攻型的 现在总体来说 由于白棋错失了 出拳猛攻黑棋的机会啊 现在这个话语拳稍微有点逆转了 现在黑棋站稳脚跟之后呢 马上就要挥拳打出 是要威胁白棋了 这个 让白棋也难受 现在白棋在加强自己的这个联络 嗯 这两手棋呢很损实力 就是这手棋的价值体现出来了 对啊 逼着白棋交换了这几手棋 这个很损实力 然后拖那个非常大 嗯这个很大 这个就是白棋的 这是白棋的意图 能拖到这个总算这手棋还是比较有面子 但现在这个棋呢 一看就是真的是要进入到关子决战了 哦这个啊 黑棋是再尖一个 对这个地方 欺负白棋 对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开始欺负白棋了 白棋的这些毛病得补啊 白棋也很郁闷 白棋尖 怎么走着走着 自己说了不算了啊 变成黑棋说了算了 黑棋夹 挤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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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这个断点 嗯 挤拐吃 然后粘上 粘上 对这个时候 黑棋还是比较稳健的啊 这时候要我下的话 我还是很想把这个粘回来啊 这个字好大啊 这个 粘回来应该是先手吧 下一手一冲断 不是直接就把你杀了吗 你怎么补呢 我 会不会顶到这儿呢 顶到这儿 我这个尖也很舒服啊 这个尖好像也只能退了 不能退吧 这个位移拐怎么办 啊 这个也出问题了 嗯 那这期只能这样了 你这块鞋不补吗 那你这两个字先欠里面 对 现在在嘴里 因为我想顶一个吧 我是想把你这两块鞋先断了 其实也有一手鞋价值 为什么不粘呢 我觉得黑棋是趴在这个地方落后手 他觉得这手鞋的价值特别大 被人家靠下来 这个太大 这个粘太大 这个被断掉以后本身白棋还有一二三四 白棋还有八木棋 或者 我换一张 我就 我就贴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先手 我觉得白棋的目的 只要是把黑棋这两块鞋分段 就有一手鞋的价值 理想是好的 能不能实现呢 嗯 退一端 你不觉得你这个形状走得越来越奇怪了吗 奇怪是 我很担心你这么走会不会直接死掉了 我这一挤一段 再把你分段 你这块鞋能活吗 挤我肯定是 你现在还是要分段我吗 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已经快死进来了 我肯定要分段 这有铐吗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 你先别忙碰这边了 你怎么没有 这一铐你很麻烦 不过我现在可能是要从这个人去杀你了吧 你这个棋 这个下法 我就算把你这个铐死了 你也吃不消啊 这一铐真的就死了是吧 这个恐怕是吃不太消的一个棋 因为我 那我就补的这个 这个有点问题 问题是确实不好补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招法没跟上 招法跟不上 就说明想法有问题 我就想只要是能把这两块断开就行 怎么补的安全一点 为什么不粘呢 这粘的话 白旗该怎么防守 我还真不知道呢 双 反正你这个肩是肯定有的吗 你这个肯定有的 就直接从这靠断了 我把你分断 实际上你这个地方也欠得起呢 看来我还是这个最靠谱 第一感 相信第一感 只能说比别的好 你这个吃我就吃我这两个子 就这样吧 这其实也不见得是只吃这两个的问题 我还是可以挖 你这个还是很难处理啊 非常薄的切 这其实不是你的不是你的理想出的问题 是这个其确实不好补 你想通过一个手段把这个一手棋 就把所有的毛病全都补上 好像没有这种气 所以我才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接这个呢 嗯 我不理解 那这个打吃了粘上 你粘上他只能补这边 补这个呢这个冲过去还不死啊 你们全死了 太危险了 这个棋我觉得很奇怪 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 很奇怪 这个一肩局面多薄啊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出白棋放弃的去追击黑棋 是多么严重的一个失误 如果黑棋现在继续来对白棋展开进攻 白棋这些形状的这个薄位啊 已经是补不胜补的局面了 那黑棋这个时候也很奇怪啊 对他就跑去抢木 这手机确实很大 不能说不大 但是被白棋这一段 白棋不仅刚才那些弱点全都没有了 白棋这还成了七木棋 这个也是 嗯 我觉得对于陈阳燕来说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事物 那我觉得啊 这盘棋他们这两位 不是我想问一下我 对 你看啊这边啊 该白棋进攻的时候白棋去抢控 该黑棋进攻的时候黑棋去抢控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 这个我沾这个的时候 你难道还有空去走这个吗 不可能啊 这肯定是我进攻一大串以后 还是我走回来啊 正心无名局 这起的分量对他们来说 压力够大的吗 不明白 齐普我宁愿相信是齐普记错了 我宁愿相信这一点 为什么不可能啊 这沾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大厂吗 这是极锁啊 这个是大厂这个是极锁啊 而且这个不可能是后手 这怎么可能是后手 难以理解 这起 或许也觉得木出好了太懒得酸了 那你也不会吧 不知道 反正我在这儿我肯定是要严厉的批评他们 这个时候其实太奇怪了 不沾应该太奇怪了 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只能批评了 下完了之后 晚上可以问一下 这个棋是 对 这个棋当时黑棋也在搜刮白棋 总之呢 那从白棋这个没有去进攻黑棋开始呢 随着局势的进展 不知不觉的攻防已经逆转了 明显的现在看到是黑棋在搜刮白棋了 对 黑棋跳这个的时候 本身白棋本手是应该连回来的 但白棋挡一个因为有一些价值 他是白棋要拼着一下 拼着一下的话呢 外面就会变薄一点 对 他现在就跑去做活去了 然后搬粘 让他搬 但是黑棋这几手棋 从木树上来说是亏的 黑棋这个跳 让别人挡在这儿了 这个木树上黑棋是亏一点 但是白棋这样的话就更薄了嘛 外面 这两块黑棋可能会能做一些文章出来 木树上是亏的 总之黑棋没有粘 我觉得应该是放过了一个 一举获胜的一个机会 陈阳叶这个棋 我觉得要警惕了 其实第一盘棋啊 我没有怎么看棋啊 我听陈阳叶说 应该他是有好机会可以获胜的 对 一开始他有这么好一个棋 他没抓住 然后导致这个棋也进入细棋 对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敲响警钟 下棋如果不能够将这种 勇猛的性格贯穿始终 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优势了 就撤一撤 这很明显 这个是老龄化的表现 那其实啊 我觉得特别容易犯的错误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 无论是你优势多大 也要下出局部最强的手法 那个是对别人的棋 是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真正你坐在棋盘前 你是自己的棋的时候 你经常会想着迎棋不闹事 反正我是这样 我优势的时候吧 我要如果再去想搜刮人家一目两目 因为其实你搜刮别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不是百分之百把握 可能只有百分之七十 那这时候您的选择是什么 嗯 那还是要做到百分之百 这个首先是要有技术的概念 就是 如果要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收兵的话 恐怕达不到特别高的水平 就是我我现在是给担心陈阳燕啊 就是他别 因为他最近成绩也很好 嗯 有的时候人呢 嗯 不知不觉会有惰性 就跟练长跑的运动员 是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写的非常好 村上春树写的一本书 就是他的那个书名很长 叫当我谈跑步时 我在谈些什么 就是翻译过来的 日本翻译过来的 哎这个书名很拗口啊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么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看过村上春树的书 挪威的分林 这些很有名的书 很多人都看过 那么村上春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兴趣的了解的话呢 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那村上春树他是一个非常执拗的 非常执着的一个这个长跑爱好者 他曾经跑过超级马拉松 就是跑11个多小时 跑完100公里 那么实际上在人生就像这么一场马拉松啊 很多时候你会倦怠的样 你会不停的有声音对自己说 哎放弃了 这么辛苦为什么啊 没点意味的人真做不到 没关系 其实下棋也是这样 就一盘棋而言 你要想赢下这一盘棋 你得付出很多努力啊 你得有一些冒险精神 你得有一些这个辛苦耕耘去计算的精神 这是一盘棋 就整个你的围棋生涯来说呢 也像一盘更大的棋 你要是想长时间的保持在一线 长时间的拿冠军战胜别人 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那长夜最近状态确实很好 也拿了世界冠军 然后迷人战啊 什么这个天元啊 对 他最近联赏很多盘 对 赢很多棋 但是呢 像这种粘突然间都不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对长夜来说 我比他大几岁 这个当他 当不了他老师辈分 当他师兄的辈分 没问题 我讲的这句话呢 确实不知道是不是会有长夜的粉丝来提出 评议 但是这种棋都不粘了 我觉得不能理解 永远永远不能理解 就是哪怕 长夜将来拿了十个世界冠军 我觉得这个棋他不粘 也是不能理解的坏棋 那么从这首棋里面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 溃一般以见全报啊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担心他有一些懈怠了 就他可能觉得这个棋已经 形式不破了啊 当对手放弃放掉了好的机会以后 可能这盘棋对于我来说 没什么问题 我可以赢了 所以呢这件话松一松也没关系 如果人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就跟跑超级马拉松的人似的 很容易就断掉 就跑不到最后 你要知道全程马拉松是42.198公里 想跑下来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的人只能跑半程马拉松 但是中间还会放弃掉 能够像村上春树那样 跑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的人 绝对是不仅是身体 毅力上绝对是超级毅力的人 要跑十几个小时 那么其实整个一盘棋 整个人生就像马拉松一样 如果你想达到一定的高度 你想过得比别人好 你就得有不能不能有这样的现代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你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你就会得到普通的挫折 如果你想达到顶峰 你就会经受更严厉的挫折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对啊 就要经过这个很多的磨难了 嗯 那这个棋都不沾 我觉得 我很失望 嗯 对陈耀岳这盘棋 我觉得很失望 嗯 我相信可能陈耀岳肯定会想过 嗯 我觉得 他能 他能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嗯 我觉得他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承认他 嗯 这手棋是坏棋 就没有信心 嗯 这手棋肯定是坏棋 这个不沾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讲 就跟地球是圆的似的 这个毫无疑问 这手肯定是坏棋 好的 那一定要问问陈耀岩 嗯 咱们打个朵 对 所以这个是肯定的 他只是 他可能会解释 为什么会下出这样的一手棋 嗯 但是这手棋是坏棋 这个也是已经被贴上标签了 就是那么为什么 我们可以就一个话题 为什么你会下出这样的坏棋 坏棋 你可以就这个话题来跟他讨论 而不是说讨论这手棋究竟是好棋 还是坏棋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嗯 嗯 太有自信了 王老师 来刺一下 嗯 沾上 然后他做活 这个电视讲棋就是这点好 虽然我现在下不过他 但是批识批识还挺过瘾的 对 偶尔可以说他一手棋这个方 其实我也不会经常用这么肯定的话语 小心陈耀岩跟你摆变画图哦 然后我跟你摆 这个再怎么摆 他把陈一鸣拉上跟我摆 我都不怕 现在是继续搜挂 那这时候呢进入关子了 进入关子呢还是细棋局面 黑棋 黑棋也放过了扩大优势的好机会 因为这个段确实太大了 本来这六木棋白棋不会有的 不仅这六木棋不会有啊 周围都还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对 现在是那个最大了 嗯 然后白棋这边小尖 哎 现在你看不敢靠了吧 对因为黑棋这边厚了呀 而且我这边还有充靠的话 毫无疑问就被人家想都不想就搬了 再进来再剪 晚了一步了 不厉害了 嗯 胡 胡一个挡住 嗯 是马上挡的吗 现在没挡 四次 搬 对 他吃回去 对现在黑棋已经隐隐约约有连上的这么一个意思了 提掉 然后再挡回来 嗯 白棋断了 这个黑棋还是活得很舒服 爬 这个木树又大 这跟后保有关系 现在是进入到了收关 对现在就是收关了 这个典型的关子 这是完全的鼠目 这个 关子我肯定是不擅长的 我还在一线 天天下联赛的时候 我也是最头疼收关 所以到现在看了这么一个 这个棋肯定还是细细局面 看他们收关呢 我觉得啊 我的发言权不重了 这个是我们 这个下面都是鼠目了 要鼠目 对鼠目我还马马虎虎 但是关子也让我判断哪个大哪个小 就想让我判断这个班战大还是这个班大 我就已经判不太判断了 这个班战您都不知道是几目 这个 这个一般来讲不是说是六目 但是呢您看这个班战完了之后 这个之后还有班 就要加两个 不能那么简单算 你要看啊 就这个地方 那你看它能不能加什么 这个地方如果要黑棋下的话 黑棋不是班战 黑棋是单弯了班战的 也就是说白棋班 黑棋是不能挡的 黑棋如果挡的话 白棋已经先手便宜了 它脱先了是吧 对 所以这个手席像这有多大 像这种 我真的不会算 我我都是这么算 我想它班战还班战 你如果只是简单的算 双方班战那个好算 对 那个六目八目十目 反正基本上都是双数 我都按照它是十目来算 但是你如果现在挡的话 你就要折算是一个密收 它肯定不会走了 你以后再走 你等于只能打拔 你不能弯了 对 这个就怕拖先 这一拖先 这个木战就不好算 真的不会算 当然你看它拖先 它走这个 嗯 这个价值确实也很大 另想让你爬一下 嗯 边边角角的关子 一般来讲 比较大 点的话是什么器 如果现在点你怎么办 现在点我是不是就 搬你一下 搬一个好器 骗不了你 哦 原来你是想骗我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哈哈 它这个棋 难道应该怎么先定型一下吧 因为 因为这个棒不 本身就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你还要点我 嗯 对 其实白棋这个粘也是先手 也是绝对先手 哎 不是绝对先手 哪个 以后如果你这边有子 再点我粘上 我局部做活是没问题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 也真的是有点有点 趣味性 它先定型也定不到 嗯 关子还是挺难收的 但是现在这个棋呢 我觉得是细棋 黑棋烧好的局面 黑棋 因为白棋 一开始实际的差距比较大 嗯 我们做一个脉络的一个梳理 一开始当黑棋 围到这个的时候呢 让白棋飞出来 等于白棋 明显的占据主动权 但是目数不太够 对 那么白棋在进攻中得到什么了呢 理论来说 如果白棋一点都得不到 那差距还是很大的 黑棋毫无疑问优势 白棋得到什么呢 白棋几乎没有得到什么 嗯 得到了这个肩脱退 对 那么就在进攻的过程中实际上 白棋几乎没有得到什么额外的利益 白棋只不过是占了一个大厂 对吧 这个大厂本身就放在这 你是有机会占的 这个是白棋的所得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通过强力的进攻手段 去额外 输取的这种利益呢 白棋是一点都没得到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概念上来说 呃 一开始黑棋 目数上的那些优势呢 白棋 还在 还在黑棋这 对 还在黑棋呢 而且黑棋到后来实际上 利用白棋的这个这个 松缓的机会啊 对白棋的保卫 也是产生出了一些攻击 并且取得了一些效果啊 但后来 黑棋是放过了一些机会 那总体来说呢 从流程上走向他的这个判断啊 应该还是 黑棋是不错的 黑棋的目数还是比较多的 嗯 黑棋开始捞的多 嗯 应该是细棋 黑棋稍好的局面 现在是该 白棋 白棋爬 黑棋挡 挡上 好 还该白棋 嗯 38 收棺看看 白棋跳定 跳 黑棋尖 白棋吃 看到哈 黑棋这个基本上也都连上了 然后白棋 黑棋搬这个 啊 白棋没走 白棋也搬 嗯 你看从基本上还是证明了这个大 嗯 这个搬比这个大 起搬 然后和这个打拔比 黑棋也没有去打拔 对啊 我觉得这个看 往里端 这个大 这个大 肩基本上是先手吧 下一手有点 对 他就虎到这儿了 虎 打吃 那还是接上 然后呢 打吃 打吃完了 把这个冲吃 这个其实很大 这个 如果算霜的话呢 1234567木齐 7木齐加厚薄 这个冲很大 白棋 那边还大 中间吗 挡 好 挡 这个 搬 搬 他想搬了 连搬这么度过了 嗯 就这样 想度过了 这个搬 度过其实也没那么大 这时候白棋 我觉得应该去跳 我看到的这个 白棋应该补 嗯 白棋补这个的话呢 本身脚上是有六六三分之一木 那么 而且其实这个棋 从死活的角度来说 也应该补 如果说的话 黑棋点进来的 白棋是不活的 嗯 那么从这手棋 白棋没有补白棋的力 对 这手棋也挺搭 这手棋一会还能 但是他走不着 哦 肯定会被黑棋逆收的 嗯 黑棋现在点 这个是先手搜刮 白棋只有弯 哎 我们从下一个 从黑棋的下一手 这个细节呢 我们可以解读 沈阳也估计是觉得自己要赢了 因为现在如果黑棋要想杀白棋 黑棋扑 那我只能提 然后打吃 对 铺了打进来 这个白棋局部是打结火 黑棋是可以通过这种手段 来跟白棋来 来杀白棋呢 嗯 当然这个结 怎么样 结可能白棋 白棋也不见得就有力 其实 这个真打结的话 白棋也不见得就有力 白棋这边有几个结材 那不管怎么说 黑棋实战 简单的是从这打吃 然后一煎 对 这里边就是先手双活 双活 当然这个黑棋下法也是等于收了一个大关子 这个点 现在白棋刚才那六木棋没有了 还变成黑棋有一木棋 那么等于黑棋收了一个大关子 嗯 不管怎么说 我们从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解读一下 如果黑棋这个棋是输棋 那他肯定就去打结了 他肯定是要去 要结杀你这个白角 然后 再来跟你拼胜负 现在黑棋这样的下法呢 显然是解读 对形式是比较有信心的 然后黑棋现在正在先手 在逆收这个大关子 对 所以我觉得白棋这个力点是坏性 白棋应该补这个 白棋应该补 那个是逆收器有三分之一目 嗯 那这个呢 搬了连搬 这个以后力还是他的 白黑棋不会搬 黑棋不会搬了连搬吗 黑棋应该不会搬 这个 这个是逆收多少目 123 12345678 逆收五目多一点 哦 也挺大的 也差不多 那这两个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哈哈 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宝物 对啊 这边 这边还真的 关子相信朴永逊吧 嗯 嗯 擋在这儿 160 嗯 收关就去边角找 这个 4 165 贴 哦 虎柱 拱 对 打住 嗯 710 711 搬这个 嗯 沾上 加 中央还能够围处起不起来 看 啊 这还点进来 嗯 哦 就外边漂亮 然后占点便宜 对 这个棋 飘上去呢 这个官子还是展现出了一点 精准的技巧啊 对 先点一个 还是便宜了 因为这个也是 先手 他要缩回去 80 80 虎这个 啊 退一个 退 然后把这个吃了 这两个很大 退掉 嗯 这个大吗 哦 他搬粘这个 这个搬粘 逆收 本身白气搬粘其实是先手的 嗯 把这个逆收了 对 这个也挺大的 他粘上 嗯 然后走哪了 89 87 188走哪了 嗯 他粘上了 哦 粘上 他提 好 然后他挤一个 挤一个 然后粘上 昌迅的官子虽然好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把这个提追回来 嗯 那就得看这是差距多大了 嗯 差距太大的话 这官子再好恐怕也不管用 对 还是稀奇嘛 差距也不会太大 92 你找找我点点木吧 好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大家都到这个水平 这个官子真的能差那么多吗 可能也就一两目之差 可能也就一两目之差 关子 还是挺细的 其实我这时候我这时候说实话没觉得黑漆肯定能赢 那就是肯定是挑大的走您看哪个大我觉得这个挺大但他没走 您觉得哪个大 你这个 啊 这个是 这个蛮大 一二三 哎 是四又 九目 四又多少 一二三五六七八 现在是九目 搬完了以后是多少目 搬完了我搬 你只能糊这个 一二三四五 四目 五目 哦 后手五目 这个很大 五目强 嗯 这个另外有一个小手巾我搬的话你是不能挡吗 你挡我一段 你再吃再一扑再一扑 反而还要更 嗯 对 所以这个这个 193这个力很大 嗯 然后呢 煎这个 煎这个 我可以把这个吃回来 吃一下 嗯 挤 这个挤是不是有点亏啊 是不是应该二路想先 算了 他想挤了搬沾到这 嗯 但是挤的话 白旗黑旗可以搬了力 这个拼木术拼得够凶的 但白旗这儿可以搬进来 嗯 这个地方 因为断是先手了 就现在先不肯断啊 嗯 断是先手断完了搬 等于你也只能忍耐 他现在他单搬 然后呢他还得粘回去 嗯 把它粘上 对 把黑旗中央的锦目给破掉了 黑旗中央的锦目起没有了 零五 这黑旗应该说双双的关子 收的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出路啊 党上 嗯 切 然后 打吃 啊这都是 开始有了小关子 嗯 嗯 看看 会走哪里比较厚实 210 虎这个吗 没有 嗯这个是马上黑旗要走的 团这个很大是吗 如果不团中央也围不起来是吗 比如说如果我搬的话呢 搬的话就一拱 打吃粘上 打吃粘上完以后这段是不是有点薄啊 也可能 他团这个 团这个比较厚一点哈 然后人家猴 嗯 然后腰 然后腰 把一起冲 起拐 然后他打吃 然后恰打 提掉 那给你了 然后六 跳 嗯 没跳 马上就跳了 马上就跳了 又走啊 这个这个 嗯 挤一下 对 这个都 嗯 这样的话这现在的木树倒是比较好点了 对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有木的地儿 考考您点木 考考大家也一起跟着点点 46 20 45 多少对多少呢 55 看看跟大家点的一致吗 因为这盘其实差距不大 黑鸡 黑鸡就是由您这个 这个 正好盘面九木 好这个 嗯 这个中间的棺子 我确实看不出太多的端倪 但是 记得以前有一位老前辈说过 赢一木半还是比较靠谱 靠实力 嗯 半木是靠运气 嗯 赢半木的话有的时候是比较运气 嗯 赢一木半应该就 盘面九木就比较难逆转了 要是盘面八木到现在还很难讲 现在是盘面九木 对 因为盘面八木会有什么 盘结收获啊 盘面八木很难讲 这些的一些因素 盘面九木就不存在 而且我在想啊 嗯 我在想可能朴远逊我不知道他对中国规则 了不了解啊 就是我们跟大家普及一下规则的概念 嗯 在韩国规则里这一木其实是没有的 就是你到韩国下棋 下到最后这一木是要被填起来的 那你不打吃我为什么要填 你问韩国人去 哈哈哈哈 这韩国规则规则就是那么定的 它是这个没有木的 比如说如果现在这个棋 我们我们刚才点的是盘面九木啊 对 是把这一木算上去的 哦 如果要是没有这一木 那就盘面盘面八木那就变得很细了 有的时候胜负真的是在这一木中出现的 对那咱们这个是不是叫有眼双活 有眼双活 这都不是那么定的 韩国规则认为这是假眼 这都要填回去的 是不能算真木的 嗯 还是中国的规则在这方面更合理 对 就是实战解决 嗯 后面其实 后面我们不摆了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 找一找去的浪费时间了 因为这些这个差距已经没有这么大了 最后呢这个我先把结果宣误一下 然后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最终呢是陈阳夜四分之三子获胜 那么本届中韩天元战呢 又是中方二比一 最后还是赢下了这个优胜 那总比分 现在中国是9比8领先 陈阳夜下的这几届都赢了是吧 输了一届朴婷 那还真的是 政绩很不错 对 下了五届 出场五届四胜一败 嗯 也从这个成绩 确实也能看出陈阳夜在最近几年里呢 在这个围棋一届的地位 确实越来越稳固了 嗯 我听说过不久 他还要去跟朴婷婷下一个对抗赛 嗯 也是什么 两年一届的什么 那个是跟平对幻象 哦 那个是南方长城杯 哦 对 也是跟平对幻象 对 就是一般下这种比赛的好像都是两国的比较当打之年的棋手啊 也是比较有明星范的棋手 嗯 陈阳夜的成绩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呢 我觉得他的前途和发展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因为他对围棋很执着 这个我们是看到的 嗯 但是呢人就是千万千万别有惰性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过于危言耸听了 但是从从他这一首棋来看啊 这个没有接还是挺让人意料之外的一首棋 没想到 嗯 嗯 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比赛之前呢 我就比较看好陈阳夜 我没觉得陈阳夜会输掉这样一个对抗 因为无论从竞技状态 还是从棋风的这个相克的关系来看 嗯 朴永迅想战胜陈阳夜都其实是蛮难的 蛮难的 包括朴永迅这种关键时刻去拳头一松 我感觉这个棋确实不太像能够战胜陈阳夜的样子 嗯 怎么样我的预言还是很靠谱吧 是 张与保罗 我就觉得朴永迅他没有胜负师的气质 虽然是很 他是水平是很高的 这个我不怀疑啊 那个但是相比陈阳夜 他缺了一种气质 内心深层次的那种气质 所以在这种顶尖对决上 他很难战胜陈阳夜 嗯 主要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很优秀 嗯 我当然是更希望这个陈阳夜会获胜 因为他是中方的 嗯嗯 其实现在这个状态 韩国人引起盘起也不是坏事 但是我真的没觉得朴永迅能赢 换了另外一个人不好说啊 就以平旺逊的这种风格相应上也很难 那这盘棋呢简单总结一下 嗯嗯 除了您说的这两手棋 黑棋白棋有好像明显的 对我觉得我总结 黑棋的坏棋啊 黑棋的坏棋我觉得首先这个飞 这个飞应该跳更全局一点 嗯 黑棋的坏棋还有这个粘啊 那么白棋的坏棋主要是这个键 这是胜负关键处 哦就走了这么一手棋还手 然后就把这个局面马上就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问题 像这种飞跳都是他棋风的问题 但这个尖呢还是有点明显的 失去的战机 这个还是白棋输掉这盘棋 比较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后来如果黑棋下的好的话 我觉得白棋可能输的更长 黑棋如果不尖把这个粘了 我觉得白棋可能在这个局部就要崩溃了 哦 那看来这盘棋我觉得这个攻击的重点是非常的重要 就已经影响了这盘棋最终的胜负 是 好的 那我相信呢今天大家也学到了很多 会很有收获的 那么这盘棋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